大家好 感谢朋友们这几个月来对我这个家庭作访视频的关注 今天是星期天呢 本来没打算工作的 但是看到有朋友留言讨论 都是很关心我的话题 但是我又没办法一一回复 所以就专门开一个视频来回复一下大家的关心 这个周末确实实事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大事 像香港新的 特首产生了是那个林郑月娥 还有川普版的一改法案 在共和党内部也遇到很大争议 闯关没有过又撤回来了 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放到下个星期来说 今天主要还是来回复一下大家的关心 有的朋友很热心 就在想能不能给我这个视频提供点帮助 给我带来点经济效益 确实也非常令人感动 但是呢我确实是有别的工作 这个自媒体其实我是从一月份才开始做的 到现在也就才两个多月的时间吧 起初也没什么别的想法 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所以大家看到我这个视频 它的硬件条件起点很低 设备条件都很简陋 因为一开始嘛 也没指着把它当成一个正经的营生 所以这几个月 其实我的 主要经历 也不是放在这个自媒体上的 那么在 这个经济效益方面呢 也确实对大家没什么特殊的要求 如果 你有这个耐心 愿意捧场 把我这个视频开头的那15秒钟30秒钟滚动的广告 让它播放完了 给看完了 那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了 您要不想看也无所谓 过了4秒钟以后就点过去 如果您对这个广告的内容 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也不用专门点进去 好像有人说呀 就是 你如果是 故意频繁点击那个广告 那Google会当成虚假点击 会有这样那样的麻烦等等 因为我在YouTube上还很新嘛 对这些我也不太了解 总之呢 这方面的对 网友们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所以大家就像平时看别的视频 一样就行了 您有个捧场的心 我就很感激了 有个朋友多次留言啊 就说建议我应该开一个筹款的账户 好像现在有个流行的概念叫做众筹 就是在互联网上面向大众小额的筹款 但是呢如果我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做的话 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筹款来做什么 因为我既没有什么特殊的任务要完成 也没有一个机构要维持 我自己生活上也过得去 所以 感觉到也没有需要专门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什么困难 因为我一旦筹款了呢 就不管是在经济上和道义上啊 就都对网友多了一份责任 这钱你拿去干什么去了 你就有一个要交代的责任 当然对于这种小额的募捐 可能大家对我要求也没那么高 交不交代这个筹款的用途也无所谓 但是我自己会有这个心理包袱 特别是现在众筹这种方式啊 在国内好像发展的有点烂了 也出现了很多表里不一的情况 有的时候甚至有点诈骗的嫌疑 像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小女孩 娄一孝的那个案例啊 在这里面就有很多争议 细节咱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众筹这种事情 尽管我现在 YouTube上的订户还不多 但是以后如果再多一些的话 参与的人多了 筹款的数额稍微上来一点了 那免不了议论的人就多了 那各种猜测都会有 那有人就会说啊 你出来就是哗众取宠的嘛 然后圈了粉丝以后就搞募捐 搞筹款 你平时说的什么这个理念那个观点 还有说道漫而然的 给我们来点良知人性什么的 其实都是瞎扯 最后完了都是自己 圈了粉丝以后就搞营销 就圈钱 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 因为你一沾钱就是麻烦 所以我眼下又不是什么要做特殊的事情 所以就没有必要开捐款的账户 至于说那个付费用户完全是另一个概念 那但是我想我的YouTube上会一直是免费公开的这种方式 至于说在其他的平台上怎么做 我现在也还想不到哪去 现在差的还很远 因为现在要维持这个自媒体啊 确实要搞得我很忙 别的社交媒体的账号 其实我都没时间去 搞起来 有朋友多次问我有没有推特账号 这个要报一个欠 给您道一个欠 确实没有 我在Facebook上呢 是有一个文招谈古论金的页面 有愿意捧场的朋友呢 可以 来follow一下 我在YouTube上发布的内容呢 也会在那上面发布 对于有的朋友来讲 他可能更习惯用Facebook吧 只不过加我的人家多了以后 你想跟我私聊的话 那我可能真是没时间顾得过来 所以要先给大家道个欠 国内的微信好像是有个什么打赏的功能啊 我现在是 其实很少用微信 我出国的时候既没有微信也没有微博 但是呢 我确实也不太喜欢打赏这个词 因为搞内容创作的嘛 我把它弄出来 贴到YouTube上 大家路过的 有喜欢的就进来捧个场 不喜欢的 您去 转到看别家的 去看您喜欢的内容 一说在这个 媒体平台上有这个打赏啊 就感觉这个创作者和观众人格上就不平等了 这个自媒体 我是希望能够坚持做下去 不管它今后发展的怎么样 我现在做的别的工作呢 也不想轻易放弃 因为那也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同时也是一份承诺和责任 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 其实也是一起 创业业的伙伴 彼此之间就像家人一样 所以这个情况确实就会搞得 我有时候很忙 时间很紧张 那么这个自媒体 这个视频的画面质量提升方面 就会比较缓慢 有几个朋友多次留言 就说 我这个画面不好看 大画框套小画框 特别是在手机上看着费劲 那么这个方面 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也是要先给您道个歉 因为我是在自家的办公室 我把一间房间用作办公室 我在这里面录的 我用的就是 iMac上的那个摄像头 如果我打成全景的话呢 这个屋子里的陈设不好看 如果我要提高这个视频的质量 那我就需要把我们家的地下室 全都收拾出来 然后把布景安置好 再打上灯光 相当于是搭建一个studio 这当然它不是一个钱的问题 主要是我没有时间整这些事 而且打灯光也是一门学问 我自己也不懂 如果我请专业的人来给我搭建好了 也没有人平时来给我拍摄 这个iMac上的摄像头呢 它就是一个webcam 我一点开就能用 所以这种傻瓜式的操作 对我来讲比较方便 视频剪辑 我是稍微懂一点 我太太也懂一点 有的时候我忙不过来 我录完了就甩给她 她套个画框上去加几张图片 就可以上传了 不过这几位朋友提出来的这个意见呢 还是对的 就是既然出来见人 这个画面怎么说应该 尽量要弄得好看一点 专业一点吧 我也会往这方面用心 只不过这个过程会稍微缓慢一点 还请大家包涵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关于时事的话题呢 咱们星期一再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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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